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斯尼 这一节我们看一看一道有关排序的算法题 题目是这样的 给定一个二维数组 它有以下这样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就是这个数组的行和列都是已经升旭排列的 我们看这里给了一个例子 第一行是二四六八十 它是升旭排列的 第二行是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 它也是升旭排列的 那么每一行它的元素都是升旭排列的 同时它还有这样一个特点 给定的每一列开始它都是升旭排列的 再看一下我们看下第二列 四十四二十四三十四四四 它是升旭排列的 第三列六十六二十六三十六四十六 它是升旭排列的 也就是说给定一个这样的行和列 都以升旭排列的数组 同时呢我们给定一个值 给定一个值叫X 那么算法要求呢 尽可能的在这个数组内 以尽快的这个高效率去在这个二维数组中去查找 给定的这个X的值是否包含在这一个数组中 比如说如果题目给定的值是34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第二列呢就包含了34这个值 如果给定的是35的话 那么这个值就不包含在这个数组里面 所以题目就要求面对这样的一个有行和列 升旭排列的一个二维数组 你是否能够设置一个高效的算法 用来判断给定的一个值是否包含在这一个数组中 OK大家看到这个时候可以暂时停下来 然后试一试看看自己有没有好的想法 在以前我们提到过的一个算法处理的原则是 当我们看到一个数组的时候 我们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看 要把它排序 那么排好序之后呢 往往会有新的发现 如果排好序之后 或者说给定一个已经排好序的数组 那么我们当下的反应 就是看能不能使用二分查找法去查找某个关键元素 然后根据这个关键元素入手去解决相应的问题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给定了这一个二维数组它的特性就很强 它不但是行是按照升旭排列的 而且它的列呢也是按照升旭排列的 所以我们在后面的算法中显然到利用这个特点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最简单的一种做法 也就是在面试中 一开始我们想不到合理的解决方案的时候 但那么给定的问题呢 往往有一种最简单最蠢的解决办法 大家可以拿这个解决办法 先跟面试官描述一遍 描述这个过程中呢 可以为自己争取时间 同时呢也可以帮助自己理清思路 并且呢描述的过程中 也能够让自己的心情冷静下来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最简单的一个办法 那么给定一个二维数组 要查找一个数值是不是在这个数值中 最简单的当然是着个查找了 也就是说我们一行选定一行 然后按照每一个元素查找 如果这个每一个元素查找的话 如果某一个元素等于给定要查找的值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返回这一个元素 当然了这样子的查找呢 它的效率是不高的 那么如果我们针对每一个元素 逐个排查的话 那么它的算法复杂度呢 对于一个有n行和n列的数组来说呢 它的复杂度是on的平方 因此相对来说较慢 那么第二种办法呢 就给我们刚才说过的 一旦你看到排序的话 你就要想到二分查找 那么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利用 二分查找法来判断一下 给定的值是否在数组中 那么我们的做法就是 先选定一行 然后在这一行里面用二分查找 看给定的这个x值 是不是在这一行里面 如果在的话 我们就可以返回了 如果不在的话 那么比如说第一行不在的话 那么我们就选定第二行 然后再判断一下这个值x 是不是在这一行里面 如果不在的话 我们再看第三行 那么按照这么做下来的话 我们前面讲过 对于二分查找的话 每一次查找 如果这个查找的数组 个数是n的话 那么它查找的效率就是logn 也就是说每一行查找的效率是logn 现在整个数组有n行 那么总共合计下来呢 第二种办法的算法复杂度是n乘以logn 那么这第二种办法呢 它的这个算法复杂度相比于第一种来说 就上了一个级别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我们第二种办法在处理的时候 只考虑到了每一行是生虚排列的 其实它还有另一个因素 就是每一列也是生虚排列的 这个特点我们还没有考虑得到 因此我们就设计算法的时候 也必须利用这一点 两点都考虑到的话 才有可能设计出一个更高效的算法 那么如果考虑到这一列 也是生虚排列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尝试这么做 第一假设我们先拿定第一行 然后给定这个x 我们拿它跟第一行的最后一个元素比较一下 如果这个x呢 跟第一行的最后一个元素相等的话 那么整个算法就结束了 因为我们找到了想要找的元素 如果不相等的话 那么它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这个x 比第一行的最后一个元素要小 这时候我们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 我们知道这个数组呢 每一列也是按照生虚排列的 如果这个x呢 是比第一行的最后一个元素要小的话 那么最后一列 大家看如果这个元素比10要小的话 那么很显然最后一列10 20 30 40 50 最后一列都可以完全排除掉了 那么后面 我们这就意味着我们排除掉了n个元素 这是一点 如果大家看 如果我这个x比这个10大的话 我们能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由于每一行是生虚排列的 所以如果这个x比这个 这一行的最后一个元素大的话 那么就显然我们这一整行就可以完全排 就可以把完全排除掉了 因此我们每一次比对 拿这个值跟当前行比最后一个元素比对 如果这个值比当前行的最后一个元素要小 我们就把当前行所在的最后一列给排除掉 如果当前的元素比这一行的 这一个最后一个元素要大 我们就把当前行给排除掉 那么我们这个算法呢 当判断到给定的这个元素 以这个要求查到的x的值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排除掉一整行 或者排除掉一整列 那么这个元素中总共有n行和n列 那么它可以让我们排除的 最多能排除n次 所以我们这个算法呢 很显然运行n次就结束了 那么这么下来 我们看一下整个算法步骤的描述 那么第一呢 首先我们拿这个元素跟给定的 第0行的最后一个元素比较 如果它小于最后一个元素的话 那么根据每一列是生虚的特性呢 我们排除掉最后一列 如果这个值比这一个 这一行的最后一个元素要大的话 那么根据这一行是生虚排列的这个特性 我们就可以把当前这一行给排除掉 当然如果走入了第三步 正好给定的这一行最后一个元素的话 我们算法就可以直接返回了 那么如果不等第三步不成列的话 我们就反复进行第一和第二步 由于第一和第二步每次都要排除掉一行或一列 整个数据最多只有N行和N列 也就是说第一步和第二步呢 最多能够执行N次 我们就可以得到最后的结果 所以整个算法呢 就是ON 也就是一个线性复杂度的 好 那么根据这个算法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代码实现 那然后代码的时候可以查看一下 在我们的这一个代码里面有一个2d error search的这样的一个函数 然后这样的一个类 那么这个类它的主逻辑主要是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呢 我们先设定要查找的行是0 要查找的列呢 大家看 要查找的列等于最后的一列 那么在这里呢 第一个一幅呢 我们查找的 这一步我们查找的是 我们在这里面执行的是第三步 如果这个元素 给定要查找的这个元素 跟这一跟我们当前行的最后一个元素 相等的话 我们就可以返回 所以这个一幅呢 执行的是步骤三 如果给定的这一个元素呢 比当前行最后一个元素要大 我们就让我们就去查询下一行 把当前这一行给排除掉 所以这一步呢 我们执行的是 看一下 这一步呢 我们执行的是步骤二 那么最后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继续看一下代码 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们看一下 如果当前的这个值 比这一行最后的一个元素要小的话 那么根据每一列是生虚排去的 这一个特性呢 我们就可以把当前宿主要查找的最后一列给排除掉 所以这一步呢 执行的是算法的第一步 那么整个这个Y执行下来的时候 它最多执行N次 因为你这里面每次排除的时候都排除掉一行或一列 整个数组最多只有N行或N列 那么显然 所以这个Y循环N次就可以结束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组入口元素 在组入口元素里面 我们先设置了一个这样的5乘以5的一个 行和列都是生虚排列的一个数组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数组和这个要查找的值值34 输入到我们的这个类中 然后调用这个search函数看一下 它是不是能够找到给定的这个值 我们这个调试前来看一下 OK OK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定龄行和定龄行最后一个元素是不是一样的 大家看定龄行最后一个元素是词 那么34比这个10要大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一行给排除掉 我们就要把这一行给排除掉 OK 所以我们走 所以我们就把第一行给排除掉 然后接着走到第二行 大家看第二行的时候 我们再看第二行的最后一个元素是20 34显然比20还要大 所以我们也把第二行给排除掉 这样的话我们就排除掉第二行 然后来到第三行 大家看第三行的时候 34显然比这一行的最后一个元素也要大 所以我们也要把第三行给排除掉 OK 那么我们就把第三行给排除掉了 紧接着我们来到第四行 大家看在第四行的时候 40呢显然是比这个34要大的 所以我们要把最后这一列给排除掉 排除掉的时候 然后我们下面就只需要考虑到38 考虑到这两行所组成的数组啊 就考虑到这两行所组成的数组 OK 所以下面来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一列最后一列给排除掉 接下来呢 到这里的时候呢 那么这一行停留在这 那么列就在这里面 所以我们判断到这一行的第二最后一个数组 也就是38 那么38显然比34要大 所以我们把第二列也排除掉 接着就走到这 接着就走这两行 剩下的就判断这两行 这里这两行 OK 我们继续往下走 好 就排除掉了 然后这个38排除掉了之后呢 我们又走到了这个36 走到36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36比34还要大 所以就把这一列给排除掉了 OK 我们继续往下走 OK 又把这一列排除掉了 接着最后走到这个34 走到这个34的时候呢 大家看 这个34恰好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值 所以算法就可以返回了 我们看一下 OK 大家看 这个算法就可以返回了 返回就可以把它给定的行和列 就打印出来了 OK 这是一点 那么假设如果我们给定的点是35呢 给定的点是35的话 那么显然35这个值呢 就不会包含在我们这一列这个数组里面 那么根据我们刚才这个算法描述呢 走35的时候呢 会把前面的上行给排除掉 走到这里面 走到这里 然后发现40比35大 然后把这一列给排除掉 接着走到这里 那么38又比35大 又把这一列给排除掉 然后又走到这 走到这的时候 36比35又比36比35大 所以我们又排除掉这一列 那么又走到这 34比35小 所以我们把这一行给排除掉 接着就走到这一行 那么44呢 又比35大 于是我们就把40这一列给排除掉 最后只剩下最后一个元素 那么判断到最后一个元素 又比35大的时候 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可以其他的元素给判断了 所以回到我们这个Y 在这里面这个Tool就不能返回 所以最后返回到这里面 于是呢 我们就可以判断到 这个社群函数呢 就会返回一个FORCE 表明35这个值呢 就不存在 所以我们运行 请来看一下 好运行过了之后 大概最后大家看 我们这个算法给出了 第二种解答 就是这个数据 不包含给定35的这个元素 OK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我们这一节这道题目呢 看起来它有很好的特性 数组的每一行和每一列 都是排好序的 但是这些特性呢 并不意味着这个题目很简单 实际上这个题目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因为你很难想到要把这一行或者这一列给直接排除掉 所以要想到这个办法 这个算法呢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个这一节的题目给大家的一个启示 OK 那么整个的这个算法呢 由于每一次都排除掉一行或者排除掉一链 所以我们整个的算法复杂度 就是ON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课程 谢谢大家